便告胡耀使 我郡以身陷包围之下 再不设法突围的话 恐怕 恐怕就要全军覆没了 援冰呢 援冰为什么还没到 方圆百里 道不见援冰踪影 将军 我们被出卖了 将军 小心 铁龙 慕容伟 全军覆没的滋味如何啊 妖女 只要我杰安寺还存在一天 你们就休想践踏我大唐 以村山河 连自己的枪都握不住 亏你还敢口出狂言 慕容伟 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死寂 龙鸣使谢东流 你放心 过不了今晚 他就会陪你一起下去 虎下随时 龙鸣还存 我的仇 东流兄早晚会给我报的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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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别着急啊 别着急 放松 放松 深呼吸 夫人 夫人 别着急 放松 夫人 别着急 放松 放松啊 走什么走 我去拿块白布去 是是是 夫人 快 水 水 快拿水来 来了 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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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喝茶呀 是生孩子要用的温水 你们可急死我了 夫人 放松 放松 快把水给我 老爷 你看什么呢 此次妖族入境 盛世空前 我总感觉有些不安 也不知慕容兄战悟如何 老爷 现在不是担心这个事的时候 夫人马上就生了 陈老爷 生了 生了 生个小公子 恭喜老爷 咱们谢家有后了 闪开 我乃捷安斯隆名士谢东流 何妨妖孽胆敢再次造词 谢东流 我是来娶你狗命的 妖女 休得放肆 不要生无欺二 谢恩 快去保护夫人 妖女 休想逃跑 东流兄 包子 软乎乎的包子 到出楼啊 便宜又好吃 好好好 别急别急啊 都有都有 拿好慢走啊 好 好 来 那好 大姐啊 上好的花布 上好的花布 花布嘞 来 买包子 来 买包子 烫头蓉的上好的花布嘞 好好好 哇 花布嘞 看一看了上好的花布 来 上好的花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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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子墨 谢子墨 我看见外面有卖包子的 我想吃包子啊 小玉元 你可真不能再这么吃下去了 咱已经没钱买干粮了 你再这么吃下去了 咱明天就得靠吃马粪活着了 好 外面有卖包子的 来 来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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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都比小 流云外 你看看你真的很不良心 真的十方小 Wasnana 一个比一个漂亮 只是会看那些漂亮姑娘 我鉴定一点 你有个妖精吗 我给把你们家 你能看你的脸不 还有是 tao脸了 你不正经的样子 男人哪非得好东西 你让他们再亲爱的 这种啊 又要活着 再来啊 干什么干 怎么回事 请问 这位大叔 滚 好嘞 没办法 请问这位美女 你们看什么呢 你再说一遍 我 你们看什么呢 哎呀 前面那句 请请 请问 这位美女 小哥哥有所不知啊 这刘府啊 闹妖精呢 两位大师正在里面捉妖呢 妖精 对啊 小哥哥 小哥哥 来 来 来 哎 哎 蟹子墨 你看什么呢 哎 别烦我 哎 我有正事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前边那户人家 闹妖精呢 去 哎 蟹子墨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变态啊 人家家里闹妖精 你这么高兴干嘛呀 你说你是不是傻啊 这闹妖就要请人收妖 请人收妖就要给钱吧 有了钱 咱们不就能买干粮了吗 我知道了 你是要收妖 你会吗你 这不试试 怎么知道 人啊要敢于尝试 救命啊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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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都散了吧 散了吧 看什么看 这疯了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看看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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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事啊 救命啊 你才把命丢了 我怎么玩啊 大师大师 我也 我也不玩了 不是 别走啊 我咋办哪 让我俩试试 二位师 来到你们室 借 借借借借借 借 借 借什么借 我们什么都不借 我们是桌药师 听说园外府上 可不太干净了 二位来得真是时候 钱 别忘了钱 园外爷 我们可跪着呢 金口一开 学不还价 那留园外 你总得跟我们说说 发生了什么吧 本题了 一言难尽啊 哎呀 哎呀 四位 借个我大夫 一起共赢四杯 来来来来 喝上一杯啊 来来来 恭喜恭喜 喝一杯 喝一杯 来来来来 喝上一杯 喝上一杯 小娘子 来来来 喝一杯喝一杯 酒杯酒杯 来 外面的诸位 供应此杯 今晚啊 大伙 大伙不醉不归 小娘子 这留园外呀 真有本事 上个月才成的亲 这个月 又娶了一个 这已经是她娶的 第十房小妾了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啊 想不到留园外 年过半百 还会有这么多姑娘喜欢的 呸 喜欢个屁呀 这些姑娘 都是她从乡下抢来的 她仗着自己菜大气粗 跟官府还有勾结 谁敢管那些事啊 来来来来 吹吹吹 滚 吹吹吹 这事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就咱们 这些前来贺里的客人 不都是被她那个 狗腿子管家给逼来的 我可不是 那您是 我就是她家的 狗腿子管家呀 来人哪 给我揍她 好酒量啊 真香 真香 小心个儿 时候不早了 咱们 睡吧 我马上就是你的人了 你记什么 既然 早就知道是我的人了 那你还哭啥呀 人家是怕 是怕冤枉你得逞之后 就不对人家好了 老爷我 对天发誓 这一辈子 只宠你 爱你 你们男人 都是骗子 外面人都说了 我是你第十方妾室 怕是您对前面的酒尾姐姐 也是这样说的吧 如今呢 还不都是被你抛到了脑后 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 不算了不算了 春上一刻 你我夫妻二人 共饮 一杯 好啊 人家 最喜欢喝酒了 好好好 来 嗯 你别过来 你 别别别别过来 你别过来 别过来 要你 要你 你别过来啊 别过来 刚刚还叫人家小心肝 现在 叫人家死妖精 你以后 我以后我说 你 别害我啊 姓刘的 你欺男罢人 为父不忍 不知多少良家妇女的清白 都毁于你手 老娘今夜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善恶到头 终于要报 三天了 已经三天了 那女妖在我府上 搞得鸡飞狗跳 不太爱你 我那些吓人啊 还有 哦呦 我那些小妾们啊 跑着跑 晒着晒 这这这 这这酒怎么活呀 她咋没直接给你弄死呢 我再替妖精补个刀 来 修御语 上上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我上去 来来来 把锤子放下 这个是天子脚下 别闹出人命了 谢子墨 你不会真打算帮她收妖吧 人分善恶 妖有正邪 但这朗朗乾坤之下 总不能让妖 坏了人间的规矩吧 留原外做多端 自有报应 对 对 但这妖该收 还是得收 不然万一哪天出来 祸害别的好人家 这该怎么办呀 对 对嘛 你别说 你别说啊 谢子墨 腰呢 我哪知道 慢慢找呗 那儿 还留在呢 做了 干嘛 没什么人家 很久 什么 风 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又从哪儿冒出来的识货 美女 来张渔网吧 小月儿 幸好你只是赶到 要不然我可就废了 谢子墨 你说你有什么用 还不得看我的 小姑娘 你锤子是哪儿来的 你奶奶传给我的陪嫁 小月儿 我来帮你 掌心来 这次一定没问题 小月儿 准备好对我刮目相看吧 我来帮你 蜘蛚 多谢相助 冬怪你 冬怪你 你是七零会的人 好一只胆大包天的白鼠精 敢在天子脚下作乱 看我不要了你的命 属下留情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妖虽然嚣张 但终究也是一片好心打抱不平 这才谋害上欺男霸女的刘元万 怎么说罪不至死吧 他说得对 这要罪不至死 不能让你乱杀 少说废话 你们今天要是不把药交出来 休怪我枪下无情 要打架是不是 我们奉陪 来 北司办案 闲人闪避 奇怪 北司的人来这干嘛 眼下不能跟他们硬碰硬 来 来来快点快点快点 大爷大爷 直到里面 快快快 大爷大爷 救他们 快快快救他们 快快快 围起来围起来 大爷你看 这小子手上那个网 上面有金盐色的标准 他肯定是乱打 无疑嘛 把他俩拿下 是 什么金盐色 什么乱打 刘元万 你可不要人家仇报啊你 再走 走 再走 大爷 干嘛大爷 他们 他们可是乱打 小心我杀人 带走 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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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烙铁 船子上汤 先用小火烘热 再用大火焖红 然后啊 往你那个漂亮的小脸蛋上 轻轻这么阴 你们别提拖带劲了啊 老头大哥 我们真不是不招 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对嘛 老头哥哥 人家真不是什么乱打嘛 治不了你们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叫老虎凳 想不想试试 轻子 伤筋断骨 众子 当场毕命 说不说实话 我们真不是乱打啊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嗯 那张普妖网 是我捡来的 嗯 上面那标志 我根本就没见过 嗯 至于你说那个什么 二十年前 什么乱臣贼子啊 啊 简安司 我听都没听说过 嗯 二十年前啊 我才刚出生 对对对对 老头大哥 就算二十年前 谢子墨刚出生 他就活过殃民了 那也没我什么事啊 二十年前 我还没出生呢 知道这叫什么吗 披鞭子沾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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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啊 在这个牢房里 就没有我搞不定的犯人 还醉样是不是 你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叫拳头 哼 妹女 你是专程跑过来救我们的吗 我就知道 你不是坏人 少废话 被扣下的东西 都把你们取回来了 都把你们取回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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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明晚上就带你进宫面生 亲自为皇上诊治 多谢相爷 禀报相爷 天牢出事了 快说 白天抓的两个捉妖师 跑了 废物 难得有济安寺余孽的消息 怎能让他逃脱 禀相爷 他们 他们是被人救走的 有人在守卫的饭菜里面 放了蒙寒药 好 皇爷法师 我还有钥匙要办 失陪了 那个年轻人的身上 携带着当年建安寺的捉妖法器 双方一定有什么关联 绝对不能让他就这么逃走了 主人 要不把他抓回来 北司都审不出什么来 抓到又有什么用 那就让他 永远消失 来 谢死我 你说你是不是个废物 进了城你要捉妖 这捉了妖 钱没拿着不说 还被冤枉进了监狱 我命都差点没了 我跟你讲 要不是我爹跟我说 让我照顾你 陪着你 早跟你散伙了 差不多得了 你都数落他一晚上了 我不说他 我说说你 你 你是谁 为什么要救我们 你都跟了我们一路了 一个字也不提 你到底是何巨蟹 她 她看我长得帅呗 其实小玉儿说得没错 姑娘 咱们萍水相逢 你却舍命相救 不愧没有原因吧 你们听说过清联会吗 反堂乱当 清联会啊 十数年间 暗杀了三十几位朝廷重臣 你不会是清联会的人吧 没错 我叫慕容堂 我与你们清联会肃无瓜葛 妈呀 你 你不会想拿我入会吧 不是拉你入会 是抓你入会 别别别 您看他虽然傻是傻了点 但是罪不至死吧 对对对啊 少跟我装下虫了 二十年前 说明 死内成员死走逃亡 捉腰气聚尽被上脚收毁 你身上 为什么会有记安司的捉腰网 我要说我捡他 你信吗 还不老实 信不信我杀了你们 小哥哥 远远 你们什么人啊 怎么上来就动手啊 小哥哥 人家是来取你性命的 你可愿拱手相送 趁人 宁就一条 把别的东西换行吗 那叫我看小哥哥的东西 值不值钱呢 在 我怀里 你自己来拿 来拿 我靠 你要动傻呀 救命呀 你 臭小子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慕容姑娘 慕容姑娘 击破洁安寺与孽来当朝大事 你为何还要派人横插一手 红叶法师身为日本的前堂使 这手 微面伸得太长了吧 李相爷言重了 我也是好心协助北司办案 才派手下前往 协助 红叶法师 有些话并不当讲 你也别怪我李某人多言 此次皇上身染重病 群衣束手无策 我这才以浅堂使的身份 把你请到长安来设法医治 可你终究不要忘了 你自己的身份 你 可是一只妖啊 相爷此话何意呀 自从你进入京城以来 城内就要挟俱增 数位重臣更是离奇于害 虽说城外有青莲会作乱 但是这些罪责 终究不能都算在他们头上吧 红叶法师 你真当我李林福老糊涂了吗 你可不要忘了 这二十年前 正是因为你率领的妖族滋扰边关 导致虎啸使慕容为所率的 三万剑安卫惨死沙场 你若是敢对皇上涂谋不轨 可别怪我翻脸不留情 把这些个旧事 都捅到皇上面前 你笑什么 相爷 你是不会说的 你也不要忘了 当年正是你以宰相之权 暗中阻断建安卫援军 慕容伟才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何况二十年前建安卫被污造反 以及龙鸣使谢东流之死 不也都是你一手策划 你我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这一根绳要是断了 两盘皆输啊 我这么做是为了朝廷 为了天下 建安寺向来以武力推出玉妖 使得天下间形成一种降妖伏魔之风 变观人界和妖族两族更是年年战乱不断 这都是戒安寺的祸 之后我才跟你达成协议 以消灭戒安寺作为代价 使人妖两族能够和睦共处 这才换来的二十年的四海生平 妖不犯惊 既然当年有约在先 红叶姬又怎会再起犯唐野兴 这二十年来 我妖族从未侵犯过大唐一寸疆土 相爷又何必来怀疑我 我此次进京只为医治皇上 绝无野兴 那就好 还望红叶法师不要失信毁约 献我于不义 你早些休息 明日随我进宫面圣 多谢相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如此 别放我枪 你醒了 这枪里暗藏机关 你竟懂得如何使用 当然了 我不仅知道它的用法 我还知道它的来历 此枪名为虎啸 与龙鸣剑本是一段 由当年基安司龙鸣使谢东流亲手延连而成 后将此枪赠予侯友虎啸使慕容伟 二十年前 虎啸使慕容伟边关兵败 此枪从此再无效 姑娘复姓慕容 又有虎啸枪在手 想必 你就是当年基安司落难时 慕容家那个还不满一岁的小女儿 你到底是什么人 在下谢子墨 长安谢家后人 谢东流 是我爹 这怎么可能 二十年前妖族夜袭长安 龙鸣使全家被杀满门遇害 怎还会有后人留在世上 快快 想要尽你的 国家被杀满了 自己是什么人 所以我用这个阴建国 就是你的产典 他人家被杀满了 你算是什么人 你算是什么人 在家被杀满了 你算是什么人 在家被杀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我全家报仇 这么说 你是故意在光天化日之下 亮出激安寺的补妖网 为的就是吸引当年的凶手注意 这张补妖网上的激安寺标志 正是引出凶手最好的诱饵 安淑精通机关术 如今传于我 车上那些机关器 还有小御员的锤子 都是我亲手所制 那小御员又是 小御员本是被人抛弃的孤儿 后来被安淑捡回来抚养长大 安淑死后没人照顾她 这才跟着我四处浪迹天涯 明明是我一直照顾你 谢子墨 你猜得当真没错 追踪我们三人的 真的进了宰相府 我一路追踪 差点被他们发现 二十年前 谢府被徒之急 我爹竟在郊外离奇自杀 后来据安淑所讲 当时有一只女妖 化身一团轻火将我卢走 像极了昨晚袭击我们的妖女 宰相李陵府勾结妖族 这我倒不清楚 不过我们青莲会早就收到情报 似乎二十年前 为祸边关的女妖王 如今就藏在长安城内 化身为一名日本浅堂使 名为洪野纪 皇上 皇上 洪野法师已到 洪野法师 你怎么了 无碍 多谢相爷关心 5日子 是 谢子墨 注意想好没有 仇还报不报了 这仇当然要报啊 可总得找个对策才行 对方可是当朝宰相 跟妖族妖王 直接找上门去 无异于以卵击石 我倒是有个办法 你们跟我回清联会去 也许能 打住 清联会可是乱党 道不同不相为谋 还是算了吧 乱党 你可知清联会是谁所创 唐儿出去几天了 还没回来 这孩子报仇新切 每天想着要将当年害死他爹的凶手揪出来 那能掀得住啊 也不怪他 当年他出生不久 竟参造抄家之祸 谁能无恨 是啊 要不是这孩子侥幸被你所救 他也早已是离家人而去了 可我万不该将战场巡回的虎啸枪 这么快就交给他 否则的话 他也不可能壮着胆子到处乱跑 只可惜啊 东柳兄家的幼子至今下落不明 也不知是生是死 刘伯伯 刘伯伯 我回来了 你这孩子 一生不想一走就是几天 是要担心死我吗 伯伯 你看我把谁给带回来了 来 两位是 小植谢子墨 拜见接安司 刘司成 你 你说你姓谢 难道你是 家父接安司龙明氏 谢东柳 想 太想了 快 快请起 太好了 你竟然还活着 你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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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活着 原来你是被管家谢安 带进深山里去藏身 难怪这么多年 殷勤全无 三年前 安叔去世 他死前的唯一憾事 就是为能亲手抱我谢家的血海深仇 他签定您万嘱咐 当年接安司解散后 因逃出长安下落不明 若要报仇 一定要先找到您 再从长计议 当年 我带着几名将领 死立逃生 杀出长安 之后便是东躲西藏 四处联系旧部 试图抱着血海深仇 这才有了如今的清联会 我们早已查明 当年正是李林甫 勾结妖族 残害解安司 只是碍于 对方位高权重 我们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 原来真是他在捣鬼 刘伯伯 为什么这么多年 你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些 唐儿 你生性鲁莽 又报仇心切 我若早告知你这一切 你还能活到现在吗 可如今他们已经盯上谢子墨 就算我们不动手 红叶姬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今时不同往日 我们得到献报 李林甫 以为皇帝治病为名 将红叶姬带进宫里 一遇妥谋不归 时不可待 今夜清联会 将会大举出动 清黄测 朱妖王 你 嗯 会有法事 皇上现在如何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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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感觉好些了吗 神医 真是神医啊 朕久病产生 连这御医都束手无策 如今朕生龙活活 继续通畅 你是怎么做到的 旁门小数合足挂齿 不过 小女子倒有一记神方 可助皇上永驻长生 长生 快快 快快起来 这世上 果真有着长生之方 当然 小女子此次入宫 正是为献保而来 只不过 这密法不能外传 因此 只能告之于皇上您一人 你 快 快快讲一阵听 皇上 还望皇上能够三思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爱卿 退下吧 皇上 我让你退下 皇上 您是九五至尊 不能听信江湖屋睡下 江湖屋睡下 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你小子胆子可真大 竟敢在长安城内 亮出戒安寺的想要器具 这二十年间 朝廷到处击补 戒安寺残忍 我们是躲都躲不尽 刘伯伯见笑了 这不入虎穴 焉斗虎子啊 不用这招 怎能引得红叶鸡出来 更不会引来慕容姑娘的注意 更见不到您了 酒来了 一杯壮行酒 生死两不惧 子墨 唐儿 小汤圆姑娘 小汤圆姑娘 我说小玉儿 扶尘二十年 弹指一挥间 今晚无论胜负如何 一切都将有个了断 来 大家一起 赶了此杯 赶 赶 赶 刘伯伯 可这皇宫戒备森严 我们怎么乱闯啊 刘伯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子墨 刘司成也是为了你们好 今夜万分凶险 我 在一边 请不吝点赞 打开吓人 打开吓人 优优独播剧场 吓人 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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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妖女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 红叶法师 现在可以将这长生之术告知于朕了吧 世人愚钝皆求长生 却哪有什么长生之法 大胆 你竟敢愚动于朕 小女子虽不能让你长生 却能送你长眠九泉 岂不更加快哉 你到底是什么人 既然想要杀我 为什么还要医好我 病 你哪有什么病 皇上您贵为九五至尊 天生皇器家身百邪难亲 与我族阴妖之气抵触相克 当年 由戒安司镇压我妖族 大唐国运兴旺 人气鼎盛 皇上自然身强体重 可如今 戒安司已灭 二十年间我妖族休养生息 一日渐重大 大唐国运却逐渐衰败 阴妖之气轻入肠 皇器难以抵挡 皇上身体自然渐渐缠弱 方才都对朕做了些什么 你身上皇器虽弱 但我扔不足尽你九五尊身 恰好 烈血牡丹为纯阴之物 我假见一变之女 将烈血牡丹封住你身上的皇器 如今 你与常人无异 只要将你控制住 天下便全落在我妖族之手 你与常人无异 三人中何在 在 有人不请自盗 必要的时候 即便血洗皇宫 也不能扰乱我的计划 是 夜闯皇宫内院 你们好大的胆子 北司师妹何在 来 快 是 龙明剑 东流兄 东流兄 好久不见了 李相爷 李林府 身为当朝宰相 你竟勾结妖人 不是我勾结妖人 是你们杰安寺勾结妖人 一派胡言 皇上预知已下 杰安寺勾结妖族其罪当诸 北司人马正在赶往杰安寺遇罪 东流兄 你这次不认罪也不行 忘了告诉你 慕容为已战死沙场 回下的三万杰安卫 无疑幸免 我杀了你 杀了我所有人都要死 到现在你还不明白 不是我要杀人 是你们杰安寺逼我杀人 人妖两族自古以来就战火不断 死伤累累 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 我已经跟妖族达成协议了 只要朝廷废除解暗寺 他们就不再犯我疆土 不再杀我子民 到时候天下太平岂不美在 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你 我知道你心中有恨 但我死不能够救天下 你死却可以 只要你死 只要慕容为死 只要刘四死 从此就能天下太平啊 有足狡诈 他们的话 怎能轻信啊 要的话不足以信 我呢 我身为朝廷宰相 我可以啊 我保证 只要你死 我绝对不会追加欲罪 而且对谢家 对杰安寺都会 亡开一面 我给你死 龙明剑下诺了 杰安寺龙明史身份 岂能让他落入 杰安寺余孽之手 丽丽兔 你蒙蔽皇上 残害忠粮 这笔血债 今日我要你一并偿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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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哼 亏你聪明一世 竟然像是妖子鬼话 红叶既谋徒大唐已久 他是早已在你北四兵将身上 做了手脚 李烈甫 难道你还没有清醒过来 皇上危在旦夕 如果再抖下去 整个江山都将保不住了 北四将士天亮 挡住妖魔 入宫护驾 李烈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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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才明白过来 恐怕 回时过晚 你 你 拦住他们 我 哎呀 哎呀 360 这么个人 不行 不 把 我 驟 驢 驟 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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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墨 怎么办 死妖精 让你尝试一下我谢家机关术的厉害 快跑 子墨 你们不是已经 娘 身在这白鼠精吸出了我们体内的麻药 我们才得以清醒 天 娘 娘 她终于为你们报仇了 你之前从塔儿手下救过她的命 她没有恩将仇报 也算得上是一支异药 别急 就快好了 不需多久 你就可以永远不再痛苦 变成我掌中的一枚棋子 是谁 给我滚出来 原来是只不要命的小老鼠 身为妖族一员 竟然投靠人类 真是恬不知耻 难道妖 就非要做坏事不成 如今的世道 太平安稳有什么不好 非要将人的世界 变成妖的乐团 那那些人 该如何生存 守在这里大言不惨 你既然想陪人类一起死 那我就成全你 火月机 住手 一时穷途末路 还不束手将心 妖女 还债的日子到了 离灵 李灵 连你也要背叛我 这个妖女把我骗得好惨 尔等水飞 竟敢坏我的好事 你们一个个 都别想活着离开 臭小子 我先宰了你 大大 兔二 陈燕 用 枝 帮 兔萍 兔 兔 兔 这就机关算机一场空 你也计 二十年前你勾结了 李府安抚杀局 害死多少人命 如今落得如此下场 难道你就没有一次悔改之心 悔改 大唐盛世 人间一片乐土 天下却无我们妖族半寸容身之地 走到哪里都被世人屠戮驱逐 如今 不尽大言不惭地问我是否有悔改之心 真是笑话 义不错 满判数 只怪我凝固了你们这群无名小辈 但那又怎样 就算是死 我也要托你们一起下地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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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大仇得报 爹 月儿为你报仇了 的 第5 第5 第6 第16 第16 第18 第18 这些机关算机一场空 年轻 二十年请你勾结了 李子安抚杀局 害死多少人命 如今落得如此下场 难道你就没有一丝悔改之心 悔改 大唐盛世 已经一片乐土 天下却无我们妖族半寸柔身之地 走到哪里都被世人屠戮驱逐 不尽 不尽大言不惭地问我是否有悔改之心 真是笑话 义不错 满盘数 只怪我负负了你们这群无名小辈 但那又怎样 就算是死 我也要托你们一起下地狱 满盘 脑 原 respect 走 爹 大春得